冷战一个月后,女朋友忽然发了条朋友圈说要订婚了,好友群里所有人都在疯狂爱特我,恭喜姐夫,姐夫快发红包。 气氛正热烈时,女朋友却忽然拉了个小奶狗进群,别瞎叫啊,这才是你们正牌。 姐夫和女朋友陆时遥冷战,整整一个月后,她忽然发了一条朋友圈,准备订婚了,佩图是一对情侣钻戒,钻石挺大挺闪的,共同好友群里立刻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疯狂爱特我,催我发红包。 陆时遥却忽然拉了一个新人进群,小奶狗进群后,陆时遥直接爱特了所有人,别瞎叫啊,这才是你们正牌姐夫,原本热闹沸腾的群忽然就凝固了。 我盯着屏幕上的这行字,不由得气笑了,小奶狗开始甜甜蜜蜜地和群里众人一打招呼,最后压轴爱特了我,查理查气道,哥哥,人家年纪小。 以后麻烦哥哥多指教了,我看得实在是闹心的不行,直接退了群关了手机,陆时摇玩的这样大,时常打我的脸,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每次冷战到最后,都是我哄他,这一次,我闹不清他是玩真的,还是故意气我,但我实在没心思再猜,干脆拉黑一条龙,眼不见为净,今天本来是我生日。 现在闹了这样一出,我心里还是有点小郁闷,换了件休闲西装,打车去了市中心新开的一个小酒馆,唱得半醉的时候,有两个女人过来搭讪。 我眯着眼睛看了看,摇头表示拒绝,但这两人却不肯罢休,拽着我胳膊不放,我有点急了,起身想要走人,却又正不脱。 一转脸,却在不远处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熟人。 陆时尧的表姐,是医院最年轻,也是最出色的外科专家陈烟雨,她正和朋友喝酒,没穿白大褂,穿了件白色卫领衬衫和黑色短裙,戴了副眼,静,侧脸特别美,修长的手指,此时,没有拿手术刀,却请着酒杯,根根犹如浴馆。 两个女人的手越来越放肆,我心里一急,冲着陈烟雨的方向喊了一声,姐,姐,陈烟雨并没回头,她的朋友却向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别有深意地冲她使了个眼色,指了指我,陈烟雨放下酒杯,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看过来,眉宇微微挑了一下,我使劲甩手想要挣脱,却仍是没能成功, 眼见陈烟雨坐着不动,我有点委屈,可怜巴巴地又喊了一声,姐姐,陈烟雨抬手,摘了眼镜折叠放好,站起身走了过来,抱歉,这是我朋友,请你们离开,陈烟雨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有点冷,那两个女人看了她一眼,目光又落在她脖子上,那穿昂贵的项链上,善善地松开手,离开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喝酒,陈烟雨看着我,有些不赞成地照了眉,我的衬衫被拽得歪斜,扣子开了几粒,几乎露出半个肩,陈烟雨的目光掠过我肩,头很快一开,我叫陈烟雨过来接你。 分手了,我软绵绵地站起身,微醺的一双眼看着陈烟雨,姐姐,你送我回去好不好?少叔男,我是陆诗瑶的表姐,我知道,我缓缓向前了一步,步履跌撞,陈烟雨伸出手,稳稳扶住了我的腰,先站。 好,站不好,姐姐,我头晕,站不住了,我在她怀里仰起脸,看到她耳尖上浮出一抹可疑的红,末地想起上个月,我前列腺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正好挂了陈烟雨的专家号,她给我检查的时候,我就发现她耳朵悄悄红了,少叔男,我让你朋友来接你,你先坐好。 她拉着我的手臂,想要将我拉开,我却直接抱住了她的腰。 姐姐,你上次说让我去复查一下,我有事忘记去了,今晚你再帮我检查一下好不好? 我说完这句,果不其然,她的耳朵立刻又红了,她握住我手,再一次将我推开一些,轻咳了一声,方才十分认真地询问我,吃完药之后还疼过没有? 疼呢?又胀又痛,我猝了眉,抬手捂着左边心口,陈医生,你说是不是上次开的药不行?明天我上班后,你再来复查一次,可我现在就很痛,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止痛方法? 痛还出来喝酒,陈烟雨微皱了皱好看的眉毛,我红着眼看向她,陈医生,今天我生日,陆诗瑶忽然和别的男生官宣了。 她居高临下看着我,不知是我喝多有了错觉还是怎样,我竟看到她眼底有了一抹很淡的藤熙,陈烟雨的车子很大很宽敞,我坐在后排,捧了个小蛋糕,上面还插着一只粉色的蜡烛,是陈烟雨刚才给我买的。 我许愿,吹蜡烛,然后带着胆子,在陈烟雨脸上抹了一点奶油,她有很重的洁癖,所以明显地皱了皱眉,但好像却并没生气。 那天,我去检查之前,她在接诊别的病人,前前后后洗了七八次手,她的手很好看,修长,又很纤细,脑子里不由浮出了儿童不移的画面,让我有点口干舌燥, 她的侧脸正对我,我看到那点白色奶油,在她柔美的脸上格外地突兀,我忍不住凑过去,羊脸张嘴,轻轻将那点奶油舔湿掉了,奶油在舌尖化开,一片浸润的甜,少淑男,她沉沉喊了我一声,伸手攥住了我的手腕,车厢里光显昏暗,她柔美的脸离我特别近,我看到她的眼底, 有着克制不住的一丝凌乱,而她攥住我手腕的手,竟有些隐隐的站立,我甚至嗅到了她身上很淡的消毒水的味道,还有富裕的酒香,整个人都有些眩晕,怎么会有人长得这样好看呢? 上大学的时候,她在学校就是很出名的校花,我也曾和别的男生一样去偷看她上课,变着法地和她一起上自习,还有一次,在图书馆里,我还站到了她对面的座位,她功课很认真,埋头做题两个小时都没分心,我就在对面偷偷看了她两个小时,最后不知怎么地睡着了, 丢脸的是,陈烟雨走的时候叫醒了我,还递给我一张纸巾,让我擦一擦口水,当时我羞愤得恨不得立刻顿地消失,后来再也没脸出现在她面前了,再一次见面时,我和陆诗瑶刚确定恋爱关系,而她,竟是陆诗瑶又惊又怕的表姐,我还记得,当时在陆诗瑶家见到她时, 我又是意外又是惊喜,而她,从看到我第一眼开始,表情就特别地冷淡疏离,陆诗瑶当时还安慰我,说她这个表姐一向就这样,性子冷,话很少,少疏难,陈烟雨攥住我的手腕,莫得将我拉紧她身前,看清楚我是谁了吗,看清楚了,我是谁,姐姐,想清楚再回答,我的脑子一片迷糊, 浑浑噩噩噩地想,是啊,我和陆诗瑶掰了,那她还算哪门子姐姐,陈医生,我乖乖改口,名字,她算得更紧,我几乎被她拉到胸怀中,她垂眸与我对视,鼻尖几乎触到我的,陈,陈烟雨,我眼神躲闪着,磕磕巴巴地回答,奶油好吃吗? 她忽然问了奇怪的一句,我压一睁眸看她,还没回神间,她忽然低头稳住了我,残存的那一点奶油粘在我的唇上,她低头将奶油清甜入口,我的脑子里嗡嗡的,手指软软抵在她胸前,却没有力气把它推开,闭眼,她咬了我一下,灼烫的气息在我耳边浮过, 她的声音带着淋漓的沉溢,却又性感入骨,接吻的时候不可以睁眼,少叔男,谈了这么多次,还要我教你是前女友,我含混不清地辩驳。 陈烟雨捏住我的下颌,眸泽沉沉看了我一眼,稳得更深,最好是,她独住在市中心的顶楼大平层,这里离她工作的医院很近,自然房价高得惊人。 出了电梯,她准备输入门锁密码时,又问了我一句,少叔男,你想清楚了,进了这个门,我们会发生什么?成熟男女自然心知肚明,我上前一步,自后抱住了她纤细的腰,想清楚了,与其要把自己遭见在陆诗瑶这种烂人身上,不如干干净净给了陈烟雨。 怎么说,也是我当年暗恋过的女神,不亏了,她打开指纹锁,门还没关上,就将我抵在了门背上伸吻,别急,都是你的,我勾着她的脖子,醉意阴晕,在她耳边滴滴清澜,她的吻停了一瞬,黑暗里,她捧住我的脸,在我边边很轻地吻了一下。 好,我没想到陈烟雨看起来这么轻瘦,但脱了衣服后,身材却这样好,第一次后,我随便套了一条松垮的短裤,起床去给她拿水,陈烟雨趴在床边,浑身散了架一般不想动,懒洋洋看着我的背影,我回到床边,看着活色生香的她,不由得有些情动。 陆时瑶说她这个表姐不尽蓝色,怕是做医生时间久了,实在见得太多,连带着人都六根清净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陈烟雨的真面目,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是怎样的诱人,起来喝点水,我拿了水杯过来。 她不想动,懒洋洋的撒娇,我没劲儿,我笑了笑,将她抱起来,为她喝了水,我还要喝完半杯,她还有点意犹未尽,我抬眸看了她一眼。 那眼神里多少带着点色气,她被我这一眼看得整个人都慌了,都给你,我声音尘雅地说了一句,放下杯子,就轻身压了下来。 上午我醒来的时候,陈烟雨早已上班去了,床头桌子上有张便尖纸,早餐在外面餐桌,凉了记得加热一下,今天不用去上班,我给你请了假,中午,等我回来一起吃饭。 我盯着那张便尖纸看了好一会儿,觉得眼眶刺痛得厉害,挣扎许久,还是将便尖撕碎,放进了垃圾桶,起床快速洗了个澡,穿上衣服,我没有等陈烟雨回来就离开了,虽然年少时暗恋过她,可我也从没有设想过能和她在一起,更何况陈烟雨的家世和能力摆在那里,她要什么男人没有。 对于我,大约也只是抱着一时尝鲜的心态,与其中午见面时,她把话说透露我们彼此难堪,还不如就这样结束。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刚到出租屋,陆诗瑶打了电话过来,我想了想,还是接了,就算分手,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你在哪儿,我妈让你跟我一起回家吃饭,陆诗瑶的声音听起来和从前一样,好像昨天的官宣和对别的男人宣誓主权都没发生过一般,我觉得好笑又心寒,陆诗瑶。 我以为,昨天我们已经分手了,我的语气十分平和,陆诗瑶闻言却有些炸了,书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玩,昨天就那么一乐喝而已,陆诗瑶一副我小题大做的口吻,不耐烦道。 我快到你楼下了,你赶紧收拾下,楼,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陆诗瑶,我们分手了,你确定你要分手?对,分手。 这种无聊的游戏,我不想再陪你玩了,你是因为我让大家喊他姐夫才生气的,是吧? 林玲就我公司一同事,也是我小学弟,我们之间没什么的,你心眼别着吗? 小,我没兴趣知道这些,陆诗瑶,以后别再联系了,就这样吧,说完我就要挂断电话,陆诗瑶却叫住了我,他的声音十分阴沉,少淑难,你这是要过河拆桥,我的心末地沉了下来。 大学毕业的时候,父母出了很大的一场意外,我爸当场身亡,我妈在ICU住了两个月,陆诗瑶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出现的巨额的医药费,天价的赔偿款都是他帮我付的,他为我付出了大把的时间,无数的金钱,最后我父母的丧事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我一个刚毕业,父母双亡的姑儿,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回馈,只能接受他的追求。 现在他说过河拆桥,我想到那一笔我一辈子还不清的债,无奈苦笑,是啊,我有什么资格过河拆桥,就算陆诗瑶和无数男人暧昧不清,甚至跟我两个同事都发生过关系,让他们这样踩我的脸。 但我好似都是那个没资格说分手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拿人家手短吧。 舒南,你是我男朋友,外面那些男人和你没法比的,所以别生气了,乖,换好衣服下楼,爸妈还在家等着呢。 在他看来,这就是他低头了,我要是再不顺着台阶下来,那就是我不是台决,他爱玩,私生活挺不干净的,身边各种男人没断过。 我虽然家庭普通,但学历出众,出身干净,现在的工作也体面。 陆诗瑶的爸妈虽然看不上我,但更看不上那些男人,因此对我和陆诗瑶交往。 一直都是不干涉不同意的态度,这次主动提出让我去陆家吃饭,还是第一次换好衣服下楼时,微信里忽然进来一个好友申请,少叔男,是我,陈烟雨。 我看到陈烟雨这三个字,心里猛地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痛楚,几乎都要窒息了一般,我靠在墙壁上,紧紧攥着心口衣襟,好一会儿才忍了泪意。 平复了情绪,我知道自己是压抑得太狠了,昨晚才会让自己放纵了这一次,但也只会有这一次了。 我很下心,拒绝了他的好友申请,他没有再发申请,也没有打电话过来。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这算是一种明显的拒绝,陈烟雨这样的天之娇女,性情自然高傲,他应该也不会再主动找我了。 陆时尧看到我下楼,眼神里明显漫出轻蔑的得意,我坐上车,没有说话,陆时尧想要抱我,我摇头拒绝了,他烦躁地骂了一声,少叔男,你就装情高吧。 到了陆家,陆时尧的爸妈和弟弟都在,他弟弟陆晚,从小身子就不好,一年多前刚做了肾脏移植,但恢复得并不好,平日很少出来见人,陆母见到我,一改常态地亲密,叔男来了,快坐下,闲谈间。 他甚至关心地询问我,陆时尧说你上个月去提奖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还好,就一点小毛病,没什么大问题,那就好,那就好。 陆母看起来特别地高兴,叔男啊,你和时尧也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你看,不,如调个好日子,你们把婚先定了。 行了,我也想安定下来了,不如就下个月吧,陆时尧也说了一句。 叔男无父无母,多可怜,早点结婚,也能有亲人陪伴了,陆母握着我的手,看起来一脸的慈爱,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有点说不出的古怪。 陆家人今天格外的热情,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陆母还送了我一块奢牌的腕表,订婚的是你不用操心,我们家会伴得风风光光,叔男啊,你就安心等着吧。 上车离开时,我望着车窗外,笑得见牙不见眼的陆家长辈,还有若不禁风站在一边的陆婉,他脸色白得如纸,我莫名地觉得后背有些发凉,送我回了小区,陆时尧直接开车走人了,下车时,我听到他接电话,应该还是昨天那个小奶狗。 但我只当没有听到,拖着有些疲惫的身躯往前走,走到楼下时,却看到了树下暗影里,陈烟雨手上拿着手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挣了一下。 下意识想躲,他却直接叫了我的名字,陈医生,我只能站住了,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他的声音有点沉冷,心头酿色的厉害,我故作洒脱的一笑。 昨晚我喝醉了,陈医生,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不,好,他望着我,眸底的神色越来越冷,到最后,似乎能把人冻住,少叔难,你就这么随便。 我忍着心底酸涩,又笑了一声,陈医生就当捡了个便宜呗,反正我自己主动送,上门的,他眉宇深醋,似有些烦躁, 我闭开了他的视线,点了一支烟,陈烟雨的面容稍显冷淡,但望着我的时候,我却又能明显感觉到一抹柔情,我恍惚想起,昨晚床地之间,他小声哭的时候,我有些慌乱无措地抱着他, 我真的不知道,陈烟雨竟然还是第一次,我一开视线,压下心底无法言喻的难受和苦楚,不想让他窥视到我的异常。 陈医生,没事的话,我先上楼了,我转身就要走,不是和陆世瑶分手了。 陈医生,这是我的私事,少叔难,你有什么难处? 没有,陈医生,多谢你的好意,但是现在,请您先离开好吗? 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我指尖夹着的烟,积攒了长长的一节烟灰,忘了去胆掉。 他伸出手,手指倾出到我指尖的烟,烟灰散落下来,瞬间飘散不见,就像我和他这段陆水情缘一样,我被绑在陆世瑶这条船上, 可我连下船的可能都没有,陈烟雨可能对我有点好感,但我凭什么,要让他帮我还债,把他拉进我这样一塌糊涂的人生中来呢,我上去了。 我转过身,告诫自己,不要再说话,不要再回头了,明天记得来复查,陈烟雨的声音很低,身体最重要,不要把小病养成了大病。 我没有应声,低着头快步走进了单元门洞,靠在墙壁上仰了脸,陆世瑶和那个叫林林的男生打得很火热,但我已经不想浪费精力给他们,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月末考核的时候,我们小组业绩得了优,晚上聚会庆祝,我被人多灌了几杯酒,连日辛苦,加上酒精刺激,那里又开始刺痛起来,回去吃了止痛天,忍到第二日去医院。 我特意避开了陈烟雨,挂了其他专家号,但没想到,叫到浩进去后,我推开门,就看到他穿着干净的白大褂坐在桌子前,我愣了一下,下意识转身要走,少叔难,陈烟雨叫住我,带医生临时有事。 我暂时体斑,那我改天再来,我的脸色很不好,昨晚宿醉加疼痛,整个人憔悴不堪,少叔难,我首先是医生,陈烟雨站起身,摘了口罩,过来,听话,他给我检查的时候,十分专业,认真,这里疼吗? 他的手指微微用力,我吃痛莫眉,陈医生,疼。 陈烟雨的耳朵立誓红了,他轻咳了一声,蒙松开手,一开视线,要吃药,还要配合做一些理疗,问题不大,别担心,他拿出钢笔,写药单,近期不要熬夜酗酒,注意休息,他写完单子,并没有给我,你等一下,我让护士去拿药,我自己就可以的。 先去做理疗,他看了我一眼,拿起干净口罩戴上,理疗室今天值班的是女医生,不太方便,所以,我给你做,不用的,都是医生,无所谓的,有所谓,陈烟雨解开白大挂上的扣子,走到我面前,少叔难,我不想别人看到你,我正了正,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走吧,我跟着他去了理疗室,脱衣躺下时,我还是有点不自在,偏过脸闭了眼,他无疑是十分专业的,放松,别紧张,很快就好了。 也许是,察觉到我因为紧张,身体紧绷,他的声音很低,很温柔,我慢慢放松了下来,一气配合手法,很快疼痛就缓解了很多,最后的时候,我甚至舒服地睡着了,所以我不知道。 陈烟雨站在床边看了我很久,然后,他轻轻俯身,弯腰吻了我一下,拿着要离开医院时,几个小护士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对,给我送药,那个小护士没忍住。 好奇地问我,你是陈医生的男朋友吗?我摇了摇头,可是我们陈医生从来不会对男病人这样哎,而且,这样小的是,根本不用陈医生动手的,可他竟然亲自给你做理疗。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走廊里,并没有他的身影,心里沉甸甸的难受,我对小护士笑了笑,就进了电梯,他让我再来三次,可我知道的,我应该是不会来了,第二天深夜,我加班回到出租屋,累得半死的时候,陆石瑶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我原本不想去,但他大约是喝多了,脾气大的吓人。 我坐在床上,正正然发了一会儿呆,还是拿了手机出门,半路又接到陆石瑶发来的一条微信,哥哥,麻烦带两盒钢本,记得要买最大号的哦。 我面无表情地关掉微信,心里竟然连一丝难过的情绪都没有,到了酒店,我拿着买好的东西上楼敲门,开门的是那个小奶狗林林,我把东西给了他,就要转身离开,陆石瑶却醉醺醺醺叫住我,少叔男,你他妈给我滚回来,石瑶你别生气嘛。 姐姐应该是介意我在这里才不进来的,我就冷眼看着他表演,你介意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根本不介意我身边有多少男人,陆石瑶拽住我的手臂, 将我拉进房间,装什么唇,等什么订婚后,他粗鲁地将我推倒在沙发上,我看着他此时丑恶的嘴脸,想到他也许刚和林林从床上下来,想到他这一年不知有多少男人,他脏透了,烂透了,我恶心地想吐,胃力一阵一阵地反胃,在他快要碰到我时,我一把抓起一边的烟灰缸,砸在茶几上,烟灰缸碎了。 我的手上全是血,淋淋下的尖叫,陆石瑶显然也很意外,眼底又怒又惧,陆石瑶,你要么就等订婚后,要么现在,咱俩一个进医院,一个进橘子,我坐起身,声音冷静至极,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不管怎样,能拖一日是一日,如果真的躲不过了,我少叔男就认命,当被狗咬了,陆石瑶不知有什么, 什么顾虑,竟然缓缓向后退了两步,我趁机踉跄跑出了房间,出了酒店,我就蹲在路边吐了出来,右手血肉模糊,淋漓了一地的血,刚才我还感觉不到疼, 这会儿才觉出痛的钻心,我挣扎着起身,打车去了最近的医院,到医院才发现,这是陈燕宇上班的那一家,我只能祈祷,他今天不值班,护士给我清疮的时候,我疼得全身都在抖,但我强忍着没掉泪,所有的眼泪,大约在父母双忙那一天,就全部流尽了吧,疼得就哭出来,别忍着, 男人掉眼泪也不丢脸,随着这把柔美温和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接着,我整个人就落入了一个绵软的怀抱,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夹杂着一些很淡的香气,除此之外,都是干净清烈的气息,很熟悉,很让人心安,我没有抬头,就知道是他,眼泪到底还是涌了出来,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捂住了我的眼,忍一下,快好了,我又哭又笑,眼泪将他的手掌心都打湿了,他带我回了他家,中途我说过要回去,可他强势的没有同意, 我手上有伤,洗澡都是他带劳的,虽然我和他有过那样亲密的关系,但是还是觉得不自在,我自己慢慢洗就可以的,伤口沾了水会感染,你听话点,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叫我就行, 他摸了摸我的额头,说完就要起身离开,沉烟雨,我拽住了他的衣袖,你能陪陪我吗,我不想一个人待着,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到底还适应了,好,我先去洗澡,他洗完澡过来时,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我忍不住贴过去,手脚并用抱住他,他一边要小心我受伤的手,一边无奈道, 少叔男,别招我,我不听,脸埋在他胸前,轻蹭了蹭,陈燕雨,你还记得大学时候的事吗,记得一些,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坐你对面的男生,看了你两个小时,最后还睡着了,嗯,很丢脸是不是,并没有,你有过喜欢的人吗,有过,我挣了一下,一瞬间心底酸得难受, 他一定很英俊,一定很优秀,就是个好看的普通男生而已,他摸了摸我的头发,也许是因为说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他整个人都温柔地让人心,碎,陈燕雨,我们今晚不要说他好不好,好,你想说什么,你还有没有和其他男人,没有,他捏住我的下巴,低头亲我,少叔男,我不是随便的人,那你为什么跟我, 可他已经稳住了我,接下来的话,我都没能说出口,而他自然也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发现他很喜欢亲我的眼睛,尤其是亲我薄薄的眼皮。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长了一双和他喜欢的男人很像的眼睛的缘故吧,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人却被吻得昏昏欲睡,最后模糊的意识里,我好像感觉到陈燕雨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什么,但我因得狠,实在没有听清楚,我的伤在第三天时,就基本恢复了。 最后一次一起吃晚餐时,我提出要回去,陈燕雨放下了筷子,少叔男和陆诗瑶彻底分开吧,我摇摇头,陈燕雨,有些事我没办法告诉你,我唯一能说的就是,除非陆诗瑶愿意分手,你到底欠了他什么? 我想说,我欠了他很多钱,我妈在ICU住了两个月的巨额医药费,还有事故造成的天价赔偿款,后来,医生宣布我妈脑死亡抢救无效之后,摘除了妈妈健康无损的肾脏给了需要的人,我这才知晓,我爸妈生前都签过器官捐赠数。 当时我哭得浑身贪软,医院里的所有事,都是陆诗瑶亲力亲为的,你别问了,总之,陆诗瑶不肯和我分手,我就不可能和他分手的,我垂着眼眸,缓缓站起身,这几天很感谢你照顾我,陈医生,我最后红着眼看了他一眼,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我说完,转身离开了餐厅,换了衣服穿上鞋子离开,陈烟雨没有追过来,这是我第三次拒绝他,我很清楚,他绝对绝对不会再找我了,陆家忽然提出订婚的日子提前,原因是陆婉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所以他们想要趁着陆婉,现在还能出门,赶紧把订婚仪式办了,陆母看似在和我商量, 但我很清楚,哪里有我拒绝的份,欠陆家和陆诗瑶的这份天大的人情债,我还不了,只能用自己底,我沉默地硬了,陆家人好似都松了一口气,特别的开心,订婚仪式,他们选择了在西郊的一处别墅举行,我和陆诗瑶需要提前三天过去,订婚礼日子敲定,陆家大演宾客,邀请所有亲朋去参加, 陈燕宇和他的父母自然也来了,且是陆家最为重视的座上贵宾,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十分好看,阳光的年轻男人,男人挽着他的手臂,两人之间的氛围,看起来十分亲密, 我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这几日过去,一切尘埃落定,我和陈燕宇那短暂的露水情缘,也不过像是梦境一样,虚幻短暂,陈燕宇的妈妈是个看起来十分文秀和善的贵妇, 陆母将我介绍给她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十分的和须此 哎,但陈燕宇的态度很冷漠,陈夫人让她跟我打招呼,她也只是冷淡的微微汗手,就移开了视线, 陈宇姐,她身边的男人,轻轻扯了扯她的衣袖,又对我很友好的一笑,你别介意啊,陈宇姐的性子就是这样,我也回了礼貌一笑,没关系的,我跟着陆母去招待那些亲朋,陆世瑶向来有点怕陈燕宇,早就远远躲开了,好不容易得了空, 我赶紧去了一趟洗手间,这种硬臭的场合,我其实不太喜欢,我家境平平,父母都是平凡的职员,我们来往的也都是普通人,像陆家这样的门庭,其实我根本站不到边,更不用说陈燕宇了,刚才陆母在陈家人面前逢迎谄媚的嘴脸,实在有些过于不堪,虽然和我并无太大的关系, 但我听着他们巴结陈家的话,也有些脸红,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昂贵的西装,佩戴着贵得让人扎舌的名表,可这却又并不是我,只是一个提线木偶而已,我想爸妈,像我从前的家,可人又怎么能回到过去,视线逐渐模糊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身影,她的身影也是模糊的,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出现了幻觉,她身边有男伴呢,怎么会过来找我,哭什么,少叔男,你是个男人,怎么眼泪这么多,直到她的声音响起,我才像是如梦初醒,我想要转身,她却抬起手,按住了我的肩,我想过再也不管你的, 她缓缓向前走了一步,她穿着高跟鞋,正好到我下巴,她拥着我,就那样一点一点抬起头,稳在了我的唇上,可你刚才那样委屈地看了我一眼,我就心软了,我没有,没有什么,我刚进来,你看到我眼睛就红了, 我没有眼睛红,这些天没睡好,有点累而已,我说着,想要正开她,陈医生,你先松开手,让人看到就不好了,我们都睡过了,你现在说这些,不觉得太晚了,陈咽语,看我急得面红耳赤,她大约是心软了几分,竟是真的放开了我, 我连忙打开水龙头,洗了洗脸,她靠在水池边,把玩着一只口红,没有要走的意思,你还不走吗,我逆了她一眼,压低了声音询问,你走吗,我要走了,少叔男,敢不敢跟我走,她缓缓站直身子,对我伸出手,陈咽语,我郑重地望着她,眼底一片不敢置信, 少叔男,我只问你这一次,敢不敢跟我走,她眸光灼灼望着我,同人里映出我的身影,那么小,那么卑微的一个男生,念大学时,暗恋她,也只敢偷偷埋在心里,图书馆里坐在她对面两个小时,纸条上写了无数字,又一个一个画掉,最终还是没敢递出去,有人生来就是明珠, 多么璀璨,而更多人,不过只是微末的清晨,刻在学校术下长椅上,不敢吐露的心事,刻在手腕上的浅淡,却仍猙獰的伤疤, 懦弱的,挣扎不开的自己,父母走的时候,差点就要跟着离开的时候,妈妈的肾脏被取出来,装在陌生人身体里的时候, 大应陆诗瑶追求那个晚上,她抱着我亲吻我,明明难受得快要窒息,快要吐了,却还要笑着忍着,她跟我的同事,甚至外面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多想有骨气地甩她几个巴掌,干脆利落地离开,可我最终却只能像条狗一样,回到她身边去,只要陆诗瑶不放手, 我永远都是一只提线木偶,我知道陈燕宇也许是我的一条救命稻草,但我如果利用她还掉那笔债,再和她在一起, 那和我如今的际遇又有什么分别,我为什么要把她放在和陆诗瑶那样的烂人一样的位置, 我不忍心玷污她这样的人,不忍心让她被人指点,戳着脊梁骨,说她陈燕宇,原来也会为了这样见的男人一致, 千金啊,还是自己远房表妹的女人,所以我只能推开她,就让我一个人陷入沼泽和泥泞中, 就让我一个人把地狱的每一层都走遍,如果我能幸运一点,干净地摆脱这一切过去, 彻底地得到自由,我或许才会鼓起勇气,对她告白,我对她摇了头, 还有三天,我就要订婚了,所以陈医生,别和我开这种玩笑, 她的眸色渐渐变得暗淡下来,我不等她开口,又道, 我以为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只是成年人一时兴起的玩乐而已, 更也许,你也可以把这当作我对陆诗瑶出轨,不满地发泄和报复, 发泄和报复,陈彦宇缓慢地咀嚼着这两个字, 她微侧头,自嘲地轻笑了一声, 所以,那个晚上,仅仅只是你的发泄和报复, 陈医生,其实那个晚上,我的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不,介意长久和你保持这种关系, 这句话我还没说完,她漂亮的脸容上, 却已然满不寒霜,最终没有看我一眼, 直接转身离开了,我看着她的背影, 脱力的一般靠在了洗手台上, 手指那样的凉,颤抖得无法自持, 我缓缓抬起来,贴在脸上, 陈彦宇,我轻难了一声她的名字, 就好像我年少时期, 无数次也会在梦里这样念她的名字一样, 我想起那个阳光特别好的午后, 图书馆里那么多的人, 可偏偏她对面的位置是空着的, 好几个男生都想要坐过去, 却都不敢上前, 陈彦宇的性格挺冷的, 不喜欢的人给她告白, 她从来都是直接拒绝, 丝毫不顾情面, 男孩子们脸皮薄, 都怕被她赶走会很难堪, 我自然也不敢上前, 抱着几本书, 想要去楼上时, 室友却忽然把我推到了那个座位边, 我吓了一跳, 立刻就要起身离开, 陈彦宇却抬眸看了一眼, 然后, 她什么都没说, 继续低头翻看着面前的医学书, 她的手指修长, 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的, 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做了漂亮的美甲, 纸简单地涂了一层甲油, 翻动着洒了一层阳光的书页, 是那样的美好, 让人心动, 我僵直地坐着, 好一会儿, 才聂如着问了一句, 学, 学姐, 请问这里没有人, 吧, 她摇摇头, 将离我有点近的一本资料书, 拿到了自己面前, 我心如小鹿乱撞, 慌忙也把自己的书放下来, 但那天, 我一页书都没翻完, 我其实也并不想那样没出息地, 一直盯着她看, 但实在是控制不住, 她离我太近了, 我甚至能看到她的睫毛头下的暗影, 我看得呆住了, 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花痴的样子多可笑, 更离谱的是, 我看着她竟然还能看得睡着了, 她走的时候拍醒了我, 递给我了一张纸巾, 我迷迷糊糊地接过来, 看到她眼底似乎带了一抹很淡的笑, 她指了指我的嘴角, 又指了指我手臂下压着的那本书, 声音轻悦温润, 擦一下吧, 还有书本上, 我摸到了自己的口水, 脸瞬间红得要爆炸了, 回去之后, 我懊丧了好久好久, 整个人也就此消沉地, 根本不敢再出现在她的面前, 后来她就毕业了, 他们拍毕业照的时候, 我和室友路过操场, 好多男生都想要和她合照留个纪念, 但她都拒绝了, 我低着头, 拽着室友快不离开了, 所以我没有听到那一句, 少淑男, 要不要过来和我拍照, 再见面的时候, 已经是三年后, 我是陆诗瑶的男朋友, 她是陆诗瑶的表姐, 其实算是有些远的亲戚关系了, 但陆家学父陈家, 所以十分主动, 走动频繁, 那天她只在最开始看了我一眼, 没有和我说一句话, 饭桌上的气氛到最后, 甚至算是冷场, 我觉得很尴尬, 陆诗瑶安慰我, 我这个表姐就是这样, 家事好, 能力相貌出, 重, 人很自负清高的, 但我并不那样认为, 她确实性子有点冷, 但她一点都不自负清高, 她的功课从来都是全优, 年纪轻轻, 就成了医院最年轻的外科专家, 我看过她接诊病人的样子, 礼貌, 温和, 耐心十足, 没有任何的傲慢和高高在, 上, 我也做过她的病人, 我很清楚她有多好, 出发去举办订婚仪式的别墅前夜, 陆诗瑶借我去陆家吃饭, 那栋别墅灯火通明, 但在我眼里, 却像是张大了口的凶兽, 她会吞掉我, 将我的骨头都咬碎, 永生永世无法超生, 陆婉也和我们一起用餐, 她的气色看起来稍稍好了一些, 甚至还打扮了一下, 还亲手给我盛了汤, 虚弱地说着, 姐夫, 你多喝点补汤, 她对我腼腆地笑, 我忽然讶异地发现, 那个小奶狗林林, 好像长得有几分像鹿, 碗, 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 除了林林, 好像陆诗瑶找过的那些男人, 多多少少都有点像陆婉, 是啊是啊, 多吃一点, 舒男还是有点肚了, 陆母一边说, 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怎么比之前又瘦了一些呢, 陆婉身体不好, 很快高席回了房间, 饭后, 陆母亲手给我端了一盏茶来, 我望着那盏茶, 很轻很轻地笑了一声, 等到茶水不再热烫的时候, 我端起, 一饮而尽, 陆母轻轻松了一口气, 陆父也松了一口气, 陆诗瑶在一边玩手机, 在我喝茶那一瞬, 她看了我一眼,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很快收回了视线, 若无其事地继续打游戏, 我垂下眼帘, 心底像是落了一层血一样的凉, 陆诗瑶陪我出去走一走吧, 我站起身说道, 陆家的人都有点意外, 陆诗瑶放下手机, 看了我一眼, 还是起身跟我出去了, 一直走到草坪上, 我停了脚步, 今夜星光很好, 明天定然晴空万里, 宾客们过两日, 就会赶去参加我们的订婚礼, 但我其实很清楚, 订婚礼是不会有的, 我看着陆诗瑶开门见山道, 陆诗瑶, 你们其实不用这样大费周章, 你说什么, 你只用准备一份器官捐赠同意书, 让我签字就可以了, 少淑男, 陆诗瑶的神色骤然变了, 你知道了, 陆婉之前移植的肾脏, 排意很严重, 他身体越来越差, 急需换肾, 我平静地望着他, 一个月前, 你忽然带我去全身体检, 我已经隐约猜到了一点神, 妈, 少淑男, 陆诗瑶拧着眉, 有些可怜地望着我,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就不用隐瞒, 陆婉确实需要换肾, 你体检之后, 医生已经确定, 你的肾脏很合适, 我的视线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知道那杯茶里放了东西, 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喝下了, 如果用这一颗健康肾脏, 能够还清楚嵌陆诗瑶的债, 我愿意, 我愿意身体残破, 但是干干净净地离开, 可我没想到, 我会听到那样一句, 如果早知道你的肾脏, 才是最合适的, 当初也就不用大费周章, 要你妈的一颗肾, 你说, 什么, 我踉跌地向前, 想要抓住她的衣襟, 陆诗瑶却一把 将我推开了, 少淑男, 反正你就要和你爸妈一家三口团聚了, 我也不介意告诉你, 当年的义, 外事人为, 目的就是要你妈妈的肾脏, 我们通过特殊渠道, 确定了你妈的肾脏, 与陆婉的刻意配型, 而且你爸妈早些年都签署过器官捐赠同意书, 但器官捐献是, 他们死了之后的, 是, 陆婉等不了了, 抱歉啊, 少淑男, 我就这一个弟弟, 可他比我的命还重要, 为了他, 我就算是杀, 人放火, 也在所不惜, 我浮在冰凉的地面上, 药效开始发作, 我手脚发软, 一丁点的力气都没有, 陆世瑶却又阴测测地说了最后一句, 不过你放心, 取你肾脏的手术, 是我表姐亲, 手操刀, 她医术高明, 会给你缝得很漂亮的, 对了, 当年你妈妈的肾脏, 也是她亲手取出来的呢, 我可以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了手术台上, 有人掀开我的衣服, 再给我的整个腹部消毒, 冰凉的酒精涂抹上去, 我浑浑噩噩地睁开了眼, 面前的几个人, 都穿着手术服, 戴着口罩, 我的视线模糊, 辨认不出他们是谁, 直到最后, 主刀医生戴好手套走到床边, 我看到了一双既如寒潭的眼瞳, 而那双眼也定定地看了我一眼, 随即就漠然地移开了, 我动弹不了, 就如带宰的羔羊, 等人被人屠宰, 我最初惊慌了一瞬, 但很快, 心就归于了一片平静, 我认出了那双眼, 很像陈燕雨, 但不是她, 医生拿着手术刀, 轻轻划开我的皮肉, 鲜血瞬间涌出, 手术室的门却忽然被一股极大的力道撞开了, 所有人都惶惶地看过去, 很多警察闯了进来, 但我只看到了她, 陈燕雨穿了一件很干净的白色衬衫, 我很少见到有人, 可以把白色穿得这样一尘不染的干净, 所以, 当我身体里的血, 染红了她的白色衬衫时, 我很难过地想要和她说一句对, 不起, 但我发不出声音, 身体的每一寸皮肤和每一根神经, 好像都不是我的了一样, 我只能对她眨了眨眼, 无声地说了一句, 陈燕雨, 对不起啊, 陈燕雨的眼睛很红, 红得像是蒙了一层血, 她推着我大步向外走, 我能感觉到她咬紧了牙关, 脸侧的肌肉都在隐隐抽动, 少淑男, 撑住,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她垂眸看了我一眼, 声音站立着, 却又坚定地让人心安, 我想说, 我不会有事的, 他们还没来得及取走我的肾脏, 但这种被人在意着的感觉, 真的是太温暖, 太幸福, 我忍不住把脸轻轻贴在她手背上, 哪怕陆诗瑶那样乌霾沉烟雨, 还欺骗说她操刀手术, 摘除了我妈妈的肾脏, 但我从来没信半个字, 我曾在在网上看到过她当年的入职宣誓, 她眼含热泪, 一字一句誓言坑将有力, 我就知道, 她会是全世界最好最负责的医生, 她不会和陆诗瑶这样的人同流合污, 她是干干净净的陈烟雨, 我也要做干干净净的少淑男才行, 只是我到底还是太智能, 我以为一颗肾脏就能换自己的自由, 却根本没想到, 整个陆家早在数年前, 都已经卷入了黑市的人体器官交易之中,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短短几年, 就攫取了惊人的财富, 而这一切的最初是从陆诗瑶的一个姑姑为了上位不惜给一位年迈宾死的富豪献了一颗肾开始的, 陆诗瑶的姑姑从此青云直上, 整个陆家也跟着水涨船高, 他们好似掌握了生财之党, 这些年, 这双手上沾满了鲜血和人命, 源源不断的年轻的健康的器官, 攻击那些冰死却不愿这样死去的掌控财富的人, 也许是作恶太多, 所以报应在了唯一的儿子陆婉的身上, 却也害死了我无辜的父母, 这一次, 他们又想顾忌重施, 因为担心车祸会损害到我的器官, 所以他们的计划里, 是先麻醉摘出我全身可用的健康器官, 然后再去别墅的路上制造车祸, 引发大火, 毁尸灭界, 当然, 他们会做好后面的善后工作, 没人会发现他们动的手脚, 我一个锅, 就这样惨烈而又悄无声息地死去, 别人也只会叹息一声, 瞧瞧, 差一步就要坠入豪门了, 偏生没有福气, 而陆家会为我举行一场最盛大的葬礼, 来书写陆诗瑶的申请, 再然后会有一个又一个新的健康的男孩女孩, 跌入他们的魔域之中, 但好在, 这一切在我的身上彻底地结束了, 陆诗瑶和他的父母, 以及卷入活体器官交易的陆家所有人都被收监, 他们身上树, 挑人命, 沾满血胆,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陆诗瑶的弟弟陆婉, 在京剧之下引发心悸, 肾衰竭, 没能下手术台, 我妈妈的肾脏, 自然也不是陈燕宇做手术摘下的, 当年的那个医生, 被陆家重金收买, 这些年, 他明面上就此扶伤, 暗地里却双手沾满罪恶, 如今要以命抵命, 等待法律宣判, 也算是罪有应得, 陈燕宇应该是在两年前, 察觉到陆家的不对的, 陆婉姓名宾威, 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单, 而必须要做手术换肾时, 恰好就有合适的肾脏出现, 不要说有些人等一个适合的器官, 等了多少年, 就算是遇到有人愿意捐赠, 也要配行成功才行, 所以, 这样的巧合, 就让心思缜密地他留了意, 一直到我出事, 那天晚上去陆家的路上, 我给陈燕宇发了一条短信, 但发出去的时候, 我又把所有的字都删除了, 最后那条短信是空白的, 但聪明如他, 自然是察觉到了一样,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竟敢这样读, 陈燕宇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坐在我床边, 严肃, 认真, 一丝不苟地教育我, 少叔男, 赚这种钱的人, 都是毫无良知的, 你知不知道, 我后来检查整个手术室, 还有查他们的准备程序才发现, 他们那天, 晚上不是准备取你一颗肾脏, 而是要你全部的健康器官, 你若是在这样犯傻, 不把自己的安全当一回事,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显然很生气, 情绪都有些隐隐失控, 我确实有些后怕, 但现在我很安全, 我深深爱着的女人, 就如神一样守护着我, 陈燕宇, 我拉他的手, 他不肯给我拉, 拧紧了唇, 用力抽走, 我欠而不舍, 厚着脸皮, 继续拉他的手指, 他又想抽出去, 我就皱了皱眉, 刀口好痛, 你给我老实躺着, 他吓了一跳, 赶紧扶着我躺下去, 又掀开我的衣巾, 给我检查伤口, 我看他专注认真又疼惜的眼神, 心底有无数的甜蜜在涌动, 沉烟雨, 我轻轻摸了摸他的脸, 你抱抱我, 好不好, 他看了我一眼, 我就装可怜看着他, 他对我心软, 没办法继续和我生气, 就伸手抱住了我, 姐姐, 我趴在他耳边轻患, 那天我去医院做检查室, 你当时看到我, 卫神, 我耳朵那么红, 说完这句, 我就发现, 他的耳间又隐隐变红了, 他想要避开我, 但我却干脆张嘴, 轻轻在他耳上咬了一下, 你是外科医生, 什么没见过, 你看别的男人, 也会耳朵红吗, 少数难, 陈烟雨的呼吸, 有些乱了, 你还受着伤, 能不能老实一点, 姐姐喜欢我老实一点吗, 陈烟雨垂眸看我, 似乎是怕我不高兴, 眉毛皱了皱, 哄了我一句, 你可以稍稍不老实, 但也只准在我跟前, 见我还不高兴, 他无奈道, 好吧, 你怎样开心, 那就怎样, 这是陈烟雨此后岁月里, 最爱对我说的一句话, 因为我在这世上没有了至亲, 所以他特别的心疼我, 包容我, 生怕我受到半点委屈, 生怕我有一丁点的不开心, 我们确定关系那一天, 陈烟雨很正式的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家人和朋友,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样, 他对那些弟弟妹妹们介绍我时, 说了一句我很熟悉的台词, 以后见了书男, 都别乱叫, 他可是你们的正牌姐夫, 那天跟他一起来陆家赴宴的那个男人, 就笑盈盈看着我们俩, 姐夫, 我就知道陈烟雨姐喜欢你, 我有些害羞, 又有些讶异, 我之前还怀疑过他们的关系, 那天一进去, 烟雨姐的眼睛就长在你身上了, 陈烟笑嘻嘻地抱住我的手臂, 不过, 姐夫就是很英俊, 我也很喜欢啊, 我忍不住回手看他, 老天真的是很公平的, 你失去的那些, 总会有人在将来某一天, 用别的方式补偿给, 你看什么, 他伸手摸我的脸, 眼底无奈又宠溺, 眼都看直了, 你怎么这么好看, 我抱着他, 忍不住地轻叹, 这一瞬, 就像回到了我无忧无虑的学生时光, 陈烟雨很矜持地看了我一眼, 这么好看的人, 以后永远都是你的了, 开不开心, 我当然开心, 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 低了头偷偷亲他, 他低咳了一声, 握着我手的指尖, 温度攀升, 渐渐滚烫, 别急, 天还没黑呢, 他小声对我说了一句, 我却攥着他的手, 一直拉着他出了大厅, 然后跑到了没有一个人的走廊尽头, 疏难, 他握住我的手, 让我慢一点跑, 我借着月色, 看他温婉美丽的眉眼, 忍不住抬起手, 捧住他的脸, 陈医生, 我的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 今晚又有点疼了, 你要不要给我复查一下, 我的手指缓缓向下, 沿着他的侧脸, 滑落到他的指尖, 然后握住, 轻轻抬起来, 贴在那里, 按紧, 陈医生的药, 好像没起作用, 那不如换一种方法, 我听说, 让病人的丈夫, 做一些适当的按摩, 是可以缓解疼, 痛的, 他说着, 低下头来, 月色如水, 将我和他完全笼罩, 陈烟雨与我接吻, 手指与我的紧紧相扣, 少数难, 嗯, 我被他吻得整个人都晕晕乎乎, 我之前对你说过, 我曾有个喜欢的人, 嗯, 我下意识睁大眼, 就要推开他, 他曾在图书馆里, 在我面前睡着了, 他说着, 眉眼温柔地望着我, 声音里含了狠淡的笑意, 我看着他睡着的样子, 看了很久, 后来走的时候, 我叫醒了他, 指了指他的书本, 我留了手机号码, 在那本书里, 但是他没有看到, 陈烟雨, 我惊呆了, 当时只顾着自己流口水, 被他看到的是, 难堪得不行, 哪里会注意他, 指了那本书, 不过, 好在一切都不晚, 该是我的, 早晚都还是我的, 他紧紧抱住我, 在我耳边低语, 少叔男, 你是我最重要的, 失而复得。